这些荷兰豆苗本来就是为了吃温豆尖的 后来因为开花了,舍不得摘,就让它接豆子了 所以也没有固定好,长得乱七八糟的 你好,我是锦儿 收获的感觉真好 广东的气候高温潮湿,对于种植的菜有很不友好 病虫害特别多,不打农药想吃倒菜真的很不容易 今年秋天开始我的菜园爆发了一种虫害 平时不易得虫害的蔬菜也受累 包括这个荷兰豆,每到气温上升马上就开始爆发 前段时间爆发厉害,我想今年可能吃不上荷兰豆了 后来天气转冷,病害马上就好了 低温天气持续一段时间,所以就接了豆子 我也不知道得的是什么病害,看看这些叶子 卷去厉害,当时这些叶子全都还是嫩尖 既像是济马,又像茶黄马,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天气变冷后,后面发的新芽就全都又正常了 往年每年都会发生白粉病,但今年就两种病都得了 这老夜上的是白粉病,双重夹击,实在头疼 不想管了,交给老天爷安排吧 摘完荷兰豆,突然想起天气预报未来一段时间升温 还是想在虫子吃我的豆尖之前,把它们摘了让自己先吃一顿吧 花苞留下,只沾嫩尖,能结豆子就好 不能结就拔掉,准备种下一季的蔬菜 要吃无公害蔬菜又没时间管理,有时候顺应自然规律也可以 不一定要人工干预 有豆夹,有豆尖,看着就觉得美味,让我敢在虫子前先吃一顿 沾这边